会更好一些 孙颖莎是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4比2淘汰了王毅迪 好 比赛马上开始 第一局上来由孙颖莎率先发球 两位都是实力非常强的世界超一流的女单选手 这种也具备多板数相持的能力 今天的比赛其实这种回合球相持球一定不会少 这种回合球相持球 其实在前两次的这个国际大赛 也就是年终总决赛和女子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孙颖莎输给陈梦有一点就是输在了反手的相持当中 所以在昨天的赛后 孙颖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 刘主席跟她交流 还是告诉孙颖莎要去相信自己的反手 而且也是要坚定的去相信自己的相持的能力 孙颖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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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到孙宁莎正手短,孙宁莎批一个底线 漂亮,还是反手相识当中,陈梦率先拔出手来发力 两个右手横板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反手相识还是主旋律 这两个人的比赛呢,主要还是一上来以反手对峻为主 看看谁能够先去给中间,给正手去调动对方 陈梦追到了5比5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回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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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连续 哇,成本很厚实啊,但是孙宁莎率先发力 我们看这一球孙宁莎先是调动陈梦的正手大脚啊,再压回到反手之后,自己在相持当中还是占据主动率先拔出力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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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的比赛转下来,我的一个感觉是通过这半年的集训孙宁莎的反手,在稳定性上和杀伤力上都有所提高 好 板出台 想要侧身 这球陈梦没有给机会,反手第一板塞的位置很大,遍住了孙宁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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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中路,再撕回反手 今天一上来,孙宁莎的出手还是相当的坚决 今天这场比赛啊,其实打的也是两位球员的心理,看看谁能够更坚决更能够豁得出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局现在陈梦8比7领先一分 球可能有点打碎了 这球落点要比孙宁莎想象当中的短一点 所以孙宁莎要去反拉 其实有点没合上位 七平之后陈梦连得两分 7比9 今天第一局两个人都是在控制比赛节奏 打得很仔细 还是想来发中路的短球 擦网之后有点暴露发球意图了 孙宁莎换一个发球换到正手位来发 勾正手短 回摆 陈梦10比8拿到第一局局点 反授相持 率先变现 反授对筑 还是打陈梦这个掉右压左的战术 连续顶反授之后再去顶中路 今天一上来孙宁莎的变化还是比较多 赛前对这场比赛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陈梦现在还领先一分10比9 关键分上陈梦现在也是换发球 换到中间来发 也是勾正手短 对 对球败出界了 这样双方在比赛的一开局就来到了时评 从第一局的这个比赛来看啊 今天这场球对于两位姑娘来说 都将是一场硬仗 连续的顶中路 加油 加油 张倩在孙颖莎是反超了比分 拿到第一局局点 还是换在正手位来发 勾正手短体长 反手快丝想要转侧身 这球没有测开 这样在第一局当中 孙颖莎局莫是连锥四分 逆转了比赛 12比10 应该说是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对方的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连续进攻 陈梦的防守啊 非常的好 扛住了孙颖莎连续两板 我们都说陈梦的这个特点啊 就是在于非常的厚实 尤其是相持的实力 而且呢 个子也比较高 他有这个一米六七的身高 所以护台能力也比较强 李森指导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到啊 觉得现在的陈梦 比较像是张一宁和李小霞的结合 既有张一宁的这种防守和后势 也有李小霞的这种凶狠 变一个大角度 从第二局一上来 陈梦也开始有变化了 相持当中呢 主要去变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其实对于两个右手横板来说 这个战术是双方在今天比赛当中 都要去争夺的 看看谁先能够打出来 第二局一上来 陈梦连得四分 陈梦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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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抢攻防回头 这球孙颖莎看了一个回头 防到中路 两个人在进入到反手的相持当中 陈梦率先发力 一个半机会球大丢了 陈梦 加油 反手连续相持 转正手进攻 孙颖莎呢 也是在现在女选手当中 女子打法男性化的代表 她的正手非常的好 既有速度又有力量和旋转 而且呢 在比赛当中 正手意识 也是属于女选手当中很强的 成本 二 突 连续发了两个擦网了 这个时候看看孙颖莎发球会不会有变化 还是正手短 这节开场球 也是去顶孙颖莎的中路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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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换到右半台来发勾手 勾中手短的抢进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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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女选手今天这个球的质量也很高啊 打的比赛到现在已经换了第三颗球了 还是发正手短 反手上手 反手连续相持 陈梦主动发力 这两个人的比赛当中 相持里谁先第一板 能够去加上力加上速度 谁就是主动的进入到相持当中 好球 摊了一个回头 两个人都非常的熟悉 对手的这个习惯的出球线路 给中路转正手进攻 上一板塞陈梦的中路 为孙颖莎打开了局面 随后呢 正手的进攻解决问题 就是这一下顶出机会了 随后正手进攻 这样现在孙颖莎是追到了8比6 两个人连续的给中路 又是陈梦的反手率先发力 一个发球抢攻 分差还有两分 9比7 学球 孙颖莎拧出界了 这样陈梦拿到了第二局局点 10比7 回白反拉 漂亮 11比7 陈梦是扳回一局 双方现在打成1比1 好的朋友们 我们正在收看的是 其实这一局 孙颖莎从中局 包括局面打的 还是非常不错 主要是一上来 开局 状态有点掉线了 上来被陈梦打了一个5比1 昨天所防一底的比赛 也是这样 第一局11比5拿下 第二局5比11输回去了 赛后孙颖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自己也说过 在比赛当中的这种专注力量 还是女人局上来的调动 还是需要更加积极一点 孙颖莎来发球 赛后孙颖莎 来 吃了一个发球 开局一上来又是陈梦连得三分 连续的顶孙颖莎的中路 两个人现在都是去互相的限制对方 来让对方打到对方不舒服的位置 跟上一局的开局有点类似 又是一个5比0 这几个球其实都没有打起来回 孙颖莎丢得有点快 回摆 还是控制台内球 孙颖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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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哇 两个人又对付到反守位 最后这一下 河颖莎想要变现 稍微有点掉位了 两个人这个回合 应该打了有20拍以上 进行了多次的攻防转换 最后陈梦是扛到了得分 6比1 开始打相持 反守对筑 变中路 这两分是士气分 我们看到打完之后 陈梦怒吼一声 从开局到现在一直压抑的情绪 终于是释放出来了 一个机会球 一个机会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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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出台 反拉 这球也没拉上 这样孙颖莎追回了两分 连续的中路 进攻 堵一个大角度 陈梦打高球 还是能看到陈梦这种 防守转进攻的能力 防一个直线大角 造成孙颖莎失去了位置 有一点着急了 第三局现在双方的分差扩大 来到三比九 第二局 三楼 三楼 五楼 这两局对于孙颖莎来说 最需要总结的就是开局了 第二局和第三局 都是一个0比5的开局 再一共一局就是11分 再向老回追 对后面的难度很大 我们看这一局一上来 所以他就喊起来了 一定要从开局就去拼命的调动自己 第一板孙颖莎上手的质量已经很高了 但陈梦确实球很厚 这球防得也好 2比1 整手短 有点着急呀 这个球 一二一 好球 这球直接奔了一个孙颖莎的中路 反手衔接快撕 这都是一个套路 而且撕完之后 传锋是下一板准备侧身进攻的 漂亮 漂亮 两个人在第四局当中 开局都还是扣着很紧 3比3 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 也是一个关键局 看看是能够形成2比2的军事 还是承诺继续的扩大优势 打成3比1 加油 神木 加油 神木 加油 神木 加油 加油 神木 加油 换到右半台来发 扣一个中路的极长 还是对反手 漂亮 这一分当中是孙颖沙 率先把球撕出去 撕了一个 陈梦的大脚 这一下随后衔接正手的反拉斜线 陈梦看上去 今天的腰还是有一点反应 在第一天打小组赛的时候 有点拉伤了 漂亮 还是空短之后 陈梦率先上手 加油 陈梦在马林指导执教之后 马林指导也是用了很多自己在运动员时期的这种打法上的优势去补足陈梦的短板 先来看这一分 反手的多拍 两个人一直 左半台互相去牵制去周旋 今天孙颖沙还是比较去敢于相信自己的反手的 坚定的去跟陈梦去对 连续的顶中路再撕反手大脚 马林指导在接手陈梦之后呢 包括在短球上 包括这种前三板上 会去给陈梦弥补他的短板 包括台内球的控制 因为马林指导在当运动员时期也是属于纸板打法 前三板非常的细腻多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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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分孙颖沙还是给得很坚决 加油 漂亮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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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想要变陈梦的这个中路啊 这个刚好有点 位置有点偏正正手了 这一下给到陈梦的正手 直接让陈梦看了一个回头 两个人现在在第四局打成了6比6 2 出发 6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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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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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摆 孙与沙抢上手 防回头 哇 连续 今天这场球太精彩了 两个人互相都是去限制对方的上手 孙颖莎先强主动进攻 连续两板正手 最后是陈梦的防守出现了失误 终于之后 现在孙颖莎是建立了两分的领先优势 一个自己的主动失误 我们现在追到了8比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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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完之后反手的一个暴思 孙颖莎在关键分上 包括他在很多时候打逆风球的时候 都是很敢于出手的 这也是这名运动员很可贵的一个性格特点 加油 只是落后的时候敢于去搏杀 陈梦的这一轮发球很关键了 直接奔长球 哎 好球 孙颖莎看了一个回头 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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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确实太熟了 陈梦一出手 孙颖莎就已经跑到正守卫等着了 孙颖莎再得一分 还是给正守短回摆抢拉 穿直线连续进攻 漂亮 这一下穿直线的反拉 陈梦随后正守连续发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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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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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相持对注 郑寿连续进攻 这球没拉上 孙女莎这时候应该是要暂停了 从10比7被陈梦连追了2分 这个暂停得要了 而且现在在打比分上 他是1比2落后的那一方 所以这一局对他来说是势在必夺的 一定要争取跟陈梦去打成2比2 看看暂停回来之后 这一分归属于谁 孙女莎发球 这一分价值千金 三十发正手短 反手上手 孙女莎很坚定 反手去跟陈梦对注了 这样11比9 孙女莎拿下了第四局 双方现在在场上打成了2比2 孙女莎率先发球 上来又是左半台高质量的相持 孙女莎发球先是发到陈梦的中路 塞了中路之后再定反手 刚刚刚还在场上打成了1比1,1比4,1比4,1比5,3,2,2,3,2,1比4,2,3,3,2,1,2,2,3,2,1比5,3,2,3,2,1比4,1,2,4,3,2,1,3,2,3,2,1,3,2,2,3,1,3,1,3,1,1,2 上,2,4,4,3,2,1,2,3,1,2,1,2,3,5,1,2,3,2,1,2,1,4,1,2,2,1,2,3,2,1,3,2,2,1,2,2,2,1,2,2,2,1,2,3,2,2,1,2,1,1,2 给中路 哇 这球给得漂亮 孙杀的反手借力发力 我们看顶了一个大脚 好球 再给到中路 两个人又是反手相持 带着上一局比赛的胜利 孙杀在第五局的开局气势很棒 这时候是考研陈梦了 要尽快的也调动自己 好球 陈梦也看了一个回头 陈梦的能力其实也在于 他的防守和相持 尤其是在防守当中 很多时候大范围跑动之后 还能够防出高质量的回球 所以大家都说他的实力很厚实 二比四 加油 三子 加油 三子 加油 三子 加油 二比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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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锋现在还是很有耐心 从下悬球打起 控制厂商的节奏 漂亮 还是控制台内球 自己抢先上手 这局一上来 其实孙女莎的气势还是比较顺的 上来是连得了几分 陈锋这个时候还是通过厂商的这种把控能力 把比赛的节奏稳下来了 就是反手相持 孙女莎反手率先发力 这反手是真的有进步啊 五平 两个人还是 就是僵持住比分 谁都没有能够现在在这一比分段了 把分差拉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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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陈锋的左半台依旧是相当的强势 每一把球都撑得很长 把孙女莎顶出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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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球的时候我觉得现场的观众还是有一点干扰到运动员的注意力 陈萌这个时候需要调整一下 包括运动员这种女运动员别一下卡子 也是节奏上的一个调整 擦一擦汗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在奥运会之前 这些都是演练 因为在奥运赛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对于运动员来说只能去通过调整自己 去适应外界的因素 6比6 好球 反手相持当中 孙颖莎率先的变直线 这也是双方今天的一个主要的战术 就是在左半角相持当中 谁能够去调动对方的正手 这球孙颖莎变得是相当的果敢 加油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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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9 漂亮 陈梦的心理素质还是非常的稳定 没有让刚刚发球师傅的小插曲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但是他稳定的心理素质 其实也是自己强大的技术能力来做支撑 7比7 连续顶中路顶反手再到中路 陈梦现在比分反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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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拨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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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胖 超胖 大胖 高杞 十八 十八 七 一二 加油 正手短 回摆陈梦上手 这球擦边 让陈梦现在在第五局的局末 取得了两分的领先优势 加油 给正手短 孙女莎率先上手 救 孙女莎还是有一点着急了 我们看到在相识当中 陈梦的这种跑动能力 护台能力 两板之后变到陈梦的正手 陈梦看回头 这球孙女莎在押回反手的时候 自己有一点着急了 陈梦连得三分 有点软了 这样11比7 陈梦是拿下了第五局 现在大比分3比2领先 7平之后的这几个关键分 还是陈梦的出手 更加的坚决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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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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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孙女莎还是坚定出手 这球调打得分 我们说了孙女莎这名运动员 很可贵的一点 就是在于落后的时刻 还有这种逆境的时刻 是敢于搏杀敢于出手 追到5比3 在这连续对峻顶一个中路 陈芒再得一分 有点擦网 陈芒这边继续扩大比分领先的优势 来到了3比7 谢谢大家 陈梦上手 这个回头没有能够拉上 这样比分已经是来到了9比3 胜利的天平 现在已经是慢慢的在向陈梦倾斜了 看看莎莎还能不能够在最后的时刻咬回来 漂亮一个发球抢弓 陈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也是这一次直通赛女单的冠军点 最后时刻孙宇莎这边已经是有一点软了 这样4比2陈梦战胜了孙宇莎 也成为了本次直通赛和东京奥运模拟赛的女单冠军 从去年年底的女子世界杯到总决赛 再到如今半年之后的模拟赛 陈梦一直是保持着一个高水准的发挥 好 祝我们陈梦在今天比赛中能不能得手 最终是4比2战争上的合影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